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天探客男天润版第210-211集 海白称版第226-227集 五彩传说的水中豪宅 这天,毛利三人代替原子妇女参加茶道大师 青眼目亮藏的茶会 一来到大师家 管家花旗方子就为他们引荐了参加茶会的另外两人 分别是大师的两位徒弟 三村小姐和史仓先生 随后管家去饮茶室通知大师 毛利他们在阳台欣赏小院风景 不愧是著名茶道大师的家 府邸建的如此古色古香就算了 院子里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 尤其是那波光淋淋的池塘 会因为日照角度不同 产生五种不同颜色的变化 故而名为五彩池 饮茶室就建在五彩池中间 名为五彩庵 然而这么漂亮的彩池 却有一个非常可怖的传说 相传 在江湖时代末期 五彩池只是一个会涌出地下水的清泉 直到一个女孩的出现 才令她变得与众不同起来 没人知道女孩叫什么 从哪里来 只知道她一坐在池边吹笛子的时候 池水的颜色会随着笛声发生变化 神秘莫测 让人犹如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 可好景不长 当地有个富商看上了女孩的美貌 特意在池边建了一栋豪宅 向女孩求婚 女孩答应了富豪的求婚 但前提是从此以后 谁都不可以靠近水池一步 然而婚后不久 富豪就率先打破了承诺 不仅在水池中间搭建寝室 还将试图阻拦的女孩杀害 并扔进水中 殊不知 女孩不是人 而是栖息在水里的魔物 为了报复富豪 魔物化身成巨蟒 趁富豪回家睡觉时袭击他 遗憾的是 没能成功 还是让富豪侥幸逃回房间 并在屋里贴上 想要触摸的符咒 使得魔物无法靠近 但魔物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一直守在外面刺激而动 最后身心俱皮的富豪 只能选择上吊自杀 以此平息魔物的怒火 据说 五彩石现在还会变色 是因为魔物偶尔还化成少女 在池边吹笛子的缘故 了解完五彩石的恐怖传说 毛利他们就随管家 移步到隐查室拜访大师 然而人都到那里之后 无论管家怎么呼叫 都没人应答 火 今天的剧情进展的有点快 毛利以为来活了 于是小心翼翼的推开窗户 结果大师不仅没出事 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毛利一阵输出 幸好管家及时表明了毛利的身份 这才让大师冷静下来 毛利被大师喝斥的同时 柯南发现对岸有个水车 据史商所讲 水车不是装饰品 而是为了将采池里的水引到花圃里 以前要人为操作 现在已经改装成定时装置 每天下午四点自动饮水的花圃 回到大师这边 意识到自己鲁莽之后 大师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 才邀请毛利他们进屋 屋内贴满了驱邪臂魔的符咒 看来大师对五彩池里的魔物也深信不疑 并为之感到害怕 之后 时仓开口询问大师 觉得他让管家转交的民谣古茶具如何 大师点头表示肯定 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此话一出 两位弟子大吃一惊 盲问大师什么意思 但大师没有回答他们 而是让大家离开饮茶室 他要专心准备晚上的茶会 在此期间 不准任何人擅自靠近饮茶室 告别大师后 三寸声称自己有事离开一会儿 他前脚刚离开 后脚就有一男子 拿着几节烧焦的竹竿来问管家是怎么一回事 当他从管家口中得知是大师做的之后 失落地转身离开 原来 他是大师的儿子伊亮 虽然大师是个茶道大师 但他从小就不喜欢茶道 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唯一的兴趣爱好是出海钓鱼 因为没有继承父亲的一波 所以他的父亲就百般阻挠他去钓鱼 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人 一言不合就烧鱼干 毛利不由的感慨 大师真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 文言史仓告诉毛利 大师以前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 但自从去年发生一起意外事件之后 大师这才变得有点不好相处 一开始大师提出要在五彩池中间 见饮茶室的时候 遭到了夫人的强烈反对 因为他对五彩池的魔物传说深信不疑 可大师不以为然 不顾夫人的劝阻 执意在彩池中间建造饮茶室 结果饮茶室刚建好 夫人就因意外去世 从那以后 情绪稳定的大师就变得阴晴不定 开始相信鬼神 所有史仓去洗澡 毛利坐在阳台欣赏风景 柯南和小兰到亮衣的房间欣赏鱼榻 墙上这些大大小小的鱼榻 都是亮衣用自己钓到的鱼榻印的 难得见到有人年纪轻轻就钓的一手好鱼 小兰忍不住跟毛利夸赞亮衣的钓鱼技术 洗完澡出来的史仓也表示赞同 虽然他也经常和亮衣一起去钓鱼 但他的技术远不及亮衣 这时防盗感应器响了 柯南趴到窗户一看 发现是三村小姐抱着一个盒子 鬼鬼祟祟的回来了 与此同时 小兰注意到彩池变成浪漫的红色 可惜的是 现在阳光呈现反射状态 彩池水面比较刺眼 无法欣赏 不久之后 三村小姐风尘仆仆的回来了 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 他刚从外面匆忙赶回来 对此史仓忍不住指责三村小姐 明知道茶会即将开始还擅自离开 显然是不尊重老师的行为 突然被人说叫 三村自然是不客气的对回去 就这么的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 最后在毛利的劝说下 两人才烟气息骨 但当三村小姐走到阳台边透气时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银茶是有两个入口 低矮的通风口和西侧大门 毛利他们兵分两路过去 发现两个入口都从里面反锁了 通风口门口还有一滩血迹 救人心切 毛利只能破门而入 但摸了摸大师的脉搏后 发现已经凉透了 好巧不巧 负责侦办此案的是山湖头横沟警官 横沟一看到柯南就洗上霉烧 因为有柯南在的地方就有毛利 毛利在手 无暗不破 银茶 死者死亡时间在下午3点半到4点之间 死亡原因是遭绳索勒紧窃息而死 现场的两个出入口只能从里面上锁 虽然窗户没有锁紧 但外面有一排竹子格挡 人无法进出 因此这是一个密室事件 府邸外围装有防盗感应器 案发时前后都没有听到响动 基本可以排除外部人员作案 现场位置特殊 处于彩池中间被水环绕 唯一的出入口就是连接主楼的这座木桥 可案发时 大家都在主楼二楼 毛利一直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看风景 没有看到有谁去过隐茶室 因此毛利推测 大师是割腕自杀失败后 又进屋内上吊 而管家的证字似乎也印证了毛利的推理 夫人去世之后 从不信鬼神的大师搞起了玄学 在隐茶室里面贴满了符咒 人也成了惊弓之鸟 只要有任何人靠近 就反应激烈 但有柯南在的地方怎么可能是自杀 并且一个一心求死的人 自杀时是不为特意反锁门窗的 果然 柯南很快就在现场发现了三个异点 首先是西侧大门门上有途径定过的痕迹 其次是吊死死者的绳子切口有点怪异 先是被人用刀切了一半 再被重力扯断 最后就是榻榻米和书桌上的木屑 为了让柯南确认木屑是不是吊绳摩擦所致 毛利自己左脚般有脚摔倒让柯南起 柯南发现除了绑吊绳的地方留有痕迹 其他地方也有新鲜的摩擦痕 因此柯南断定死者不是自杀身亡 而是被凶手利用巧妙的说法将其杀害之后 再伪造出自杀的假象 在场的四人当中 首先进入柯南视线的是三村小姐 因为此前特层鬼鬼碎碎的拿一个包裹进来 从拿进来到现在时间上短 应该来不及藏匿 于是柯南化身法外狂徒张三 悄悄潜入三村小姐的房间 当他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但让柯南一直想不通的是 凶手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 悄悄潜入饮茶是行凶的呢 柯南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 三村小姐他们一边品茶 一边配合横沟警官的调查 也许是不满被当成嫌疑人 三村小姐发现茶杯里有条裂痕后 借机发难 让管家下次小心一点 不要只注意表面 正是这句只注意表面点醒了柯南 让他明白凶手是如何潜入饮茶是行凶的 与此同时 三村小姐从为难上升到乱件伤人 夫人生前对管家很好 他认为是管家为了替夫人报仇 和亮衣联手害死大师 管家承认 夫人生前确实待他不保 但夫人是意外去世 与大师无关 并且大师也没有苛待他 他实在想不通三村小姐为什么怀疑他 伤心的管家跑到夫人的灵堂前求安慰 他在那里摆放了很多夫人照片 每次都要一难过 看到夫人的照片 心里就好受多了 柯南也跟了上去 与管家一起看夫人的照片时 柯南有了意外发现 亮衣和母亲去钓鱼的合照上 有个固定小船的绳结 看到这个绳结 柯南心中一惊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我来到乔城底下查看 在那里看到了攀爬的痕迹 接着又在水车转轴上看到几圈绳子 就两个本不该出现的东西出现在这里 让柯南瞬间弄清楚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现在就插指人凶手的证据了 这个问题也没有困扰柯南太久 在他眺望对面的线看人员时 看到乔柯上的清晰的抓痕 就迎刃而解了 乔伯们 你们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所有标运毛利 叫大家上二楼集合 柯南直截了当地表示 其实在水变红之前 案件已经悄然发生 凶手只要提前设下一个巧妙的机关 就可以做到一边和大家闲聊 一边把百米开外的大师 吊在隐查室的悬梁上 为了模仿五彩之鬼怪杀人 凶手先在走廊划伤大师的手 以此留下血迹 再用绳子勒死大师 然后把事先藏在隐查室的绳子吊在悬梁上 打一个只要抽动一端便可解开的特殊活节之后 将绳子的一端绑在大师的脖子上 另一端绕过悬梁上的支柱后 从纸窗连接到外面 再与绑在水车轮轴的绳子连接 如此一来就可以伪造不在场证明 伪造密室的手法也不难 先在西门的门栓上用图钉和橡皮筋做一个弹簧 门栓往后拉之后 用一根绳子连接制动门栓的木块和画轴 再把画轴抵在通风口上 做完这一切准备工作之后 回到主路与大家会合 等到四点池水变红 自动饮水水车启动之后 绑在水车轮轴上的绳子会随着轮轴的转动而缩断 缩断到一定距离 就会自动把大师的遗体拉进饮茶室吊起来 尸体被拉进去时 顺便碰到顶在通风口的画轴 画轴倒地之后 拉动制动西门门栓的木块 让西门从里面上锁 从而形成一个密室空间 与此同时 死者被吊到悬梁上之后 先前的活结在重力和拉力的作用下 形成一个锁紧的绳结 绕过梁柱一端的绳子 从凶手事先留有切骨的地方断裂 再随着水车的转动卷到轮轴上 此时光线在水面产生反射现象 十分谎言 肉眼不可能轻易察觉到绳子的存在 最后再趁乱把图钉和橡皮筋拆掉 整个手法就完成了 对此三村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凶手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到饮茶室行凶呢 柯南表示很简单 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 只要趁大家观察水池颜色变化的时候 大大方方地从木桥底下游到饮茶室即可 因为他知道大师为了准备晚上的茶会 不会让任何人靠近饮茶室一步 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实施定式杀人的作案手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凶手勒住死者颈部的绳索打劫方式较为特殊 是一种名为固定船节的绳法 通常都是钓客用来固定船只的 当然凶手不是喜欢海钓的晾衣 从木桥下面一路游泳过去的话 衣服一定会湿透 而在场的人里面只有史仓先生洗过澡 因此凶手就是史仓先生 大家第二次聚到一起的时候 史仓故意找个借口跟三村小姐发生争执 为的就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以免大家看到大师的尸体缓缓升起的画面 事到临头 史仓还想狡辩 柯南也不惯着 直接拿出手印甩到他脸上 桥底常年被水浸泡长满了排线 史仓从桥底经过时 不小心粘到手上 又从手上粘到其他地方 现在 只要将史仓的指纹 和手印出的指纹进行对比 一切就真相大掰了 一听说要采集指纹 史仓瞬间认罪复发 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没想到在柯南眼里漏洞百出 原来这十年来 他一直跟大师狼狈为签 制造昂贵的茶具仿冒品高价卖出 两人已经愉快合作十年了 没想到在夫人死后 大师就跟种鞋一样 开始相信池里有魔物存在 还要让对茶道一窍不通的 亮衣继承家业 甚至要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世 为了保全自己 他只能在东窗事发之前将其灭口 事情全部解决之后 天色已晚 虽然凶手只是利用传说来掩饰罪行 但横钩警官还是忍不住怀疑 传说中的魔物是否真的存在于这个世上 对此毛利一脸不屑地告诉他 传说都会夸大其词 在他看来 所有的魔物只不过是体型比较大一点的蟒蛇罢了 真的遇到的话 直接把他皮扒下来做上皮鞋 然而话音刚落 不愧是明珂的搞笑担当 以上就是明珂珂南五彩传说的水中豪宅的全面内容了 三村小姐之所以鬼鬼祟祟的出去拿东西 是因为知道大师今天晚上就要退位之后 害怕下一任宗师的位子会被史仓先生抢走 所以去外面找人买了一套比史仓先生还贵的茶具来讨好大师 现如今史仓锅铛入狱 亮衣不喜欢茶道 也许三村小姐真的能成功捡咯 成为下一个茶道大师 最后呢 希望喜欢马丁奖微视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